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有后天 后天那不是有个电影就叫明天之后 基本上是末日 所以说话是非常要注意场合的 对吧 你像我的同行 那我们都有这个教训了 你这个不注意说话的这个场合 那就是饭碗都咋了 所以你们俩还想活着吗 咱们还是讲点这个养我国威的事情 对吧 孙杨怎么被人骂了 这个事情我不了解 我也是外行 被一个澳大利亚的游泳运动员叫霍顿 霍顿拿了金牌 但是拿了金牌 你干嘛骂孙杨呢 说是 当然 这个我们广大的这个小粉红 据说是广大的爱国青年 哗一下的云集到这个霍顿 霍顿我估计这辈子没见过底下这么多留言的 就要打他的这个微博嘛 不但是他还有全世界好多其他霍顿 也一起被打进去 而且他们这些小粉也都能翻墙 而且都翻墙 你不翻墙没用 你在什么微博 人家没有微博 人家就脸书嘛 你不翻墙怎么行呢 这个说起来很有意思 你比如有的时候他们出征要打台湾 打蔡英文 你是违反我国法律的 是是吧 你是翻过来 翻墙到底犯不犯法 我到现在都还没搞清楚 就你提供翻墙工具 提供翻墙渠道 好像是犯法 但是你个人 比如说我翻墙出去看个东西 他未必犯法 就连我们中国防火墙之父 那个谁 那个那个那个教授 有一次也是在一个大会上面 他示范 他要示范 他翻墙给大家看 翻来翻去翻不出去 人家说 老师您这墙盖的太好了 要不说这个我党应该发表我 我不但不会翻墙到外面 我现在在香港啊 我整天研究怎么翻墙到里面 翻墙到内地 你知道吗 因为香港啊 我发现香港真的是沦落了 看个体育比赛怎么那么费劲呢 哪比得上咱们中央舞啊 你就是 我觉得中国人民真的 我觉得很幸福 你看那个奥运会 那个欧洲杯 哈加中央舞的高清 你在香港这儿这种小家百姓的 这边还得打个电话什么 给交钱 这儿看不了 那儿看不了 听个解说就叮叮光光 我觉得这真没意思 那是欧洲杯 欧洲杯香港是不好 收钱才能看 呃 央视直接看 奥运 香港很好 奥运现在TVB全部播几个频道 无限嘛 就无限就大众台 那也不行 你没找到 那也不行 那也不行 我要听白岩松 哦 那没办法 所以我要 所以我现在 你就像是一个地下工作者啊 我找了香港很多工程师 帮我翻墙 翻 就回国找组织 对 看不是翻墙 回内地找组织 对 我是翻墙看CCGV啊 对 我党还不感动吗 没有央视的解说啊 这是没法看 一个核心的 孤悬在香港啊 整天 而且杨士姐说 这人就 就不对劲 你知道我三个月 换一个香港电脑工程师 帮我翻墙 就为了看CCGV 因为什么呢 他这个翻一次啊 过几个月 就不行了 当然 必须另外再找一个渠道 再翻一次 我查一句 我在别的地方也说过 实况的比赛啊 就好像文学作品的原作 现场的解说啊 这个电视的解说啊 就像翻译 所以那些啊 你看一个一个 托尔斯泰 不同的人翻译 翻出来不一样 所以一个球赛啊 解说的好坏啊 有时候差别太大 在香港呢 有一点好 你不喜欢这个频道 你可以听另一个频道 它总是有两个 你广东话不听 你可以听英文 我就一直建议 我觉得中 这个央视啊 现在这个 真的转播非常好 质量也不收钱 就是一个地方可以改进 就是这个解说啊 应该是双生道 因为常常他有一个 CCTV5解说很专业 但有时候 观众不喜欢他这样的解说 那么那么详尽的解说 对 你给人家 这次人家听白岩松啊 就是另外一个频道 对 他不是那个 我觉得这样挺好 你这个电视 现在科技已经做得很好了 就要给观众一个选择 甚至有时候 你远转播国家的英语频道 但很少人 这个反华势力 在这里面捣乱的嘛 人家也就是一种 转播的风格 我这是我是一个建议 我觉得我身 作为一个观众来说 我真正希望 我有不同的频道 可以收听解说 但是我觉得这个 我们目前的这个CCTV哈 其实呢 也是一跟乔布斯有一篇 对吗 乔布斯就不给你选择 乔布斯就是封闭式的 就是他就说 你们不知道怎么是好的 我才 我比你还知道什么就好 我告诉你手机 这就是好的 你们这帮蠢货 你们让你们自己选择 你们只会物有歧途 我给你们最好的 至少可以做到这样 乔布斯跟乔布斯一条心 不不 那乔布斯至少可以 它是两个解说 它也可以有两种 不同范儿的解说 而且也可以不解说 因为你比如说坦白讲 像这个开幕式那天 我看到乔布斯那个解说 就解说了呀 我的天哪 就毫不得每秒都在解说 你怎么也翻得进去啊 那很简单 那天要看开幕式嘛 那后来我错过了香港了嘛 然后就就 然后你比如说 我看他那个开幕式 你说咱们怎么身为一个中国人的老 要翻墙头呢 我不能 我到香港往回翻 到了北京往外翻 这当然咱们说了 万里长城是我们的国家的 我们的民族传统 对 民族传统 但咱们就说了 对文道刚才讲了 这个事情的合法性 我们也不太清楚 大家不要模仿啊 但是他们总是打出去 去打霍顿 他总是好的吧 对不对 小粉红 好 这霍顿 霍顿 讲解 咱们先看一下图吧 咱们看一下有关于这个图 这是中国 你看打的 就是中国网友的装作 好 把霍顿当使了 这一团澳洲使啊 来看 好 来 但是我看到了一篇微信公众号 因为我是外行 所以我只负责引用 我不负责判断啊 他这是国际相关的兴奋剂的这个文件 你看画黄道的 就是当年怀疑这个孙杨被发现的服用的所谓禁要 再看下边的名称啊 你再看下边 他又是引用了这个国际文件 写这篇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呢 他就是说中国人很多时候啊 也不懂英语 你也闹不清楚 包括中国媒体在孙杨兴奋剂的这个问题上 说是胡说八道 比如说你看 不只是小媒体 不少大媒体也在爱国这件事上 不得不选择造谣 据国内媒体所说 当年孙杨尿减呈阳性 是因为他在吃心脏不适的 整心脏不适的药 说这个药原本一直没问题 14年突然列入禁药 体育总局没有更新药单 孙杨继续服用被查出 所以取消成绩并禁赛三个月 就当时这个霍顿就是讲 他是检测呈阳性嘛 说我不是骂他 甚至他拒绝道歉 中国代表团要求澳洲方面道歉 澳洲说这是他的言论自由 那霍顿本人也说 我反对的不是孙杨 我是不想跟有这个记录的人说话 那好 就是我就说 但是这个文章就讲了 滑稽的是很快 就当时国内媒体这么讲 滑稽的是很快 该药就被踢出禁药名单 孙杨成了唯一因为这种药被禁的人 这位微信公众号的朋友 他说 看起来像是专门针对孙杨的规定 然而上面那段国内媒体的话 每一句都是谎言 每一句都是谣言 就是刚才引用这个文件 首先该药不是2014年 突然被列入禁药名单的 反而在13年的时候 就在世界反兴奋器组织的文件中标明 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 即使在这一年不是有意忽视这个文件 你的团队的过失也难死其咎 你看他引用的这个英文的文件 黄的就是这个违禁药物 左下角是公示日期 而且该药更没在15年就被踢出名单 事实上一直到16年 这个规定还是又是一直存在的 他说可能有人会问 这么多国内媒体这样乱讲 就不怕被揭发出来吗 那你首先得知道 我国究竟为什么要设立网络防火墙 你又说 而我国权威媒体信口呲黄 又难道只有这一次吗 所以说为什么你们还不明白 霍顿嘲讽孙杨 不是因为孙杨游不过他 很多中国网友在任何事情上 表现出的都是我强我牛 你弱你该死的态度 在国际事务上如此 在商场贸易上如此 甚至在体育赛事上依然如此 这是他的观点 我不评价 不过我是觉得 你刚刚说到这个防火墙造成的这种 讯息流通的不变 的确会出现很多很有意思的情况 比如说 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内比较爱国的媒体 比如像环球时报 通常也有时候会引用纽约时报 那种西方反华媒体的言论 引用的时候通常是为了批判 你看人家就是亡我自信不死 但是有时候呢 我也会看到有时候他会引用别人 是用来夸自己 因为纽约时报有时候出现一些很正面的舆论 说中国最近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呢 你只要一真的去看纽约时报 你就会发现人家那个意思不是这样 可能人家写一篇东西 也骂了一点 也夸了一点 平衡一下 说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有时就会 今天我高兴 我就挑夸的 明天不高兴 我就挑骂的 然后呢 反正回到来之后呢 大家看的也都只看中文嘛 其实是看不到原来那个文章 到底写的是什么 这种断章取义的情况其实相当常见 不过我不知道这个人 引用的材料是不是真的可靠 但是我觉得哈 他们那个这个霍顿 这个澳洲的这个游泳协会啊 他们对孙杨的这个前后的言语的这个挑衅啊 那太明显了 的确是挑衅 对就是挑衅 的确很神奇 对 我跟你简单的讲 我孙杨那个时候吃什么药 什么情况 我现在不知道 根据一家的材料判断不了 那就算 这个事情是确实的 嗯 那昨天菲尔普斯出来了 嗯 我在他旁边游 一个日本选手差一点超过他 嗯 那要是游的之前 嗯 跑来旁边说 你这个罪驾鬼啊 嗯 啊 你罪驾鬼跑来这里做什么 嗯 菲尔普斯说我不开心吗 假如说 菲尔普斯的脾气像孙杨一样一样 嗯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 在伦敦奥运 你看现在的澳大利亚啊 嗯 他拿了几块金 大部分靠游泳 是 泳车上是欧洲 美国跟澳大利亚的天下 偶然有中国日本 所以一看到中国日本 尤其是看到中国 他们就非常感冒 嗯 想想看 澳大利亚在伦敦啊 那么强的游泳队 只拿到一块金牌 是 而孙杨一个人就拿了两块金牌 一块银牌 嗯 而孙杨是在澳大利亚受训练的 嗯 他的教练是澳大利亚人 嗯 你明白吧 你作为澳大利亚 他们那个游泳 他们也有体会吧 就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他们会觉得我们养虎为患嘛 我们我们培养他来来杀我们嘛 嗯 所以而且 就跟中国乒乓球似的 所以他事后都承认 为什么来当 之前新闻报道来 尽量讲他 就是trash talk 就是说一个垃圾话 上次我们不是 对 有位嘉宾 MBA不就老是这样子吗 就是我开始用话来激怒你 对 妨碍你的状态 对 而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刚才讲的一个动机是 他们看孙杨不顺眼 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们也了解孙杨的脾气 嗯 他们把孙杨研究都透透的 要是另外一个人 他是根本不能为他所动的 你像我们中国跳水队的人 你去跟他讲 没有用 而孙杨这个人 他们 因为他在澳洲受训练嘛 他的教练就是澳洲人 嗯 所以整个过程是一个精心计划的 心理战 对 他是心理战 而且呢 的确中国人是很气 这个事情气呢 呃呃 咱们等一下咱们去去一下广告 时间太长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等一下祭 咱们θεomer 咱们θε firmware 中国人那时候非常气气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输了 假如是正要拿的金牌 他拿的银牌 他再骂他什么样 根本中国人就不在乎了 偏偏输一点点 而且中国人是期待他赢的 中国人觉得400这个项目 他是就叫十斤 而且他就是靠了个位置 站住他的先赢了一点 赢了以后还这样说话 中国人很气 另外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 这个吃药的事情说不清楚 一个心病 中国游泳队在世界上 一直在这方面有不好的记录 讲不清楚 从巴塞隆纳运动会开始 有很多是冤枉妖魔化 但是是不是全部是呢 我看香港一个评论员讲的很客观 他说他在大的国际比赛都没有吃药 为什么中间一四年 在中间一个小的国内比赛 说是吃净药 从常理上不大合理 就是说因为一个游泳运动员 你这个是一生的幸运 你这样来吃 你有这个必要吗 不像当初马家军那个时候 不吃不行了 对不对 他现在几个大赛都是非常干净的 那中间何必为了 但是反过来我讲 这次大家一受气以后 就去骂这个霍顿啊 很掉份 尤其是官方媒体 比方说刚才那个网民 你说什么一坨死算了 我看官方媒体都说霍顿喷粪 然后白燕松说他是混蛋 然后网民说澳大利亚 那就是英国犯人流放的地方 你这个国家 澳大利亚人都是英国的 这个犯人的后代什么 那这个不去讲 他那个是非正式的 连官方媒体都暗示这样的说法 说澳大利亚 这个多种文化混杂地方啊 有些比较粗鲁的言论啊 也不足为奇 这些话其实不应该 正确的方法呢 后来这个中国的那个游泳队 提出抗议 国际奥委会也出来重申 你不能这个 你trash talk跟个人观点 是有一条界线的 这是对 而反而孙杨应对的还不错 我也觉得是 他没有说什么 他讲的这句话 非常大提 他讲的这句话 就是国际奥委会说的话 就每个来的运动员 都应该得到尊重 对 而且你看到孙杨讲的话 那到后来他还引起 要把注意力引向另一方面 他说他关心的是一个 超乎国家的问题 是一个亚洲问题 他还主动提到不太狠 他说我的韩国的好朋友 我现在很关心 我们亚洲运动员成绩怎么样 就好像把日本韩国都拉在一块 那个感觉 我觉得他不止大提 而且聪明 这是高招 我没想到这个年轻孩子 今天进步的这么快 在这件事上 可能也有人指点 也可能是 但是你反过来 我觉得我一直获得这个事上 我很忧心的是什么 就最近一两年啊 坦白讲 我们中国外面的环境不是太好 对 就我们都知道南海问题 东北亚问题 我们很多问题 外部环境不好 而这些问题呢 往往都变成一个 还变成一个国民外交问题 就我们老百姓 今天 你比如说你从前年数到今年 全中国网民杯葛过 全世界多少个地方的产品 或者是人 骂过多少个国家 今天是那个混账 今天明天那一个 那么霍顿 我觉得在我看来 就是一个很低级的一个 运动员的trest top 这个垃圾化 不是 用一点小技巧 要把这个事上升到变成中澳两国之间 别弄成这样 当年这个拳王阿里 就最爱干这个 就所谓的垃圾化 他是为了挑动 打击对手的心理 全集NBA都爱讲这种话 像小排床一样碾罪了 勇士啊 什么骑士 他们比赛之前 而且传媒就最喜欢这个 足球也是 对呀 掉起大家看的位置 当个娱乐新闻可以 对 但是呢 我觉得当然了 游泳 就奥运项目向来 没有什么这种trest top 是真的 比如说我们过去看NBA的 看足球的 这太多了 满场都是 但是问题是 你的确游泳很少见 那今天就算有 你觉得这不合大体 不合规矩 你游泳国奥运会上 你来这干嘛 你就就这一点来骂他 对 你就不要把他上升到 澳洲是个什么样 犯人的后代 什么 你搞这个 说这些干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又要挑起 一个整个中国13亿人 对另一个国家的不满意 跟仇恨呢 而且我们恨偏远 这个语言的问题 有些东西啊 你只能桌面底下讲 比方说我们私下讲到某个人 我们觉得他做事情不对 我们思想 这个混蛋 啊 这个人坏 可是你要真的要跟他吵的时候 你这样没用的 你是混蛋 你这个在桌上没用 你必须说出来 你什么时候 你欺骗了什么 你偷了多少钱 你诈骗什么东西 你必须要证据上去 对不对 你不能够把这些 不应该拿到台面上的话 拿出来说 那这个一句老话 你这样骂人家 实际上这个话 不是还是在回过来骂自己 所以本来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中国是有理的 但是有部分的这种语言啊 我觉得应该警惕 不过这件事 其实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我刚才讲了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孙杨输了嘛 接下来孙杨又拿了个金牌嘛 我们的网民的气已经消了 今天早上的比赛 就轮到费尔普斯 四成二百的自由泳接力 这个自由泳接力 美国什么英国 俄罗斯 澳大利亚都在竞争 后顿是最后一报 游的特别慢 对 那费尔普斯赢了21秒 我说实在话 我这个也非常小孩一样的 我看到后顿游最后一报 我看到游的慢 我也很开心 我心里想 把200米当400米游了吧 人家已经到了 对不对 但是我关心的 还是真正的事实 就是吃药的问题 对 我觉得就是 比如说很多时候 对方的这个不礼貌 或者是什么 咱们中国人 按照最高的道德标准 是吧 静坐 长思挤过 闲来不论人非 就比如说你跟我提意见 我先想想 我是不是有问题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对吧 如果是侮辱 我再回 我再还以颜色 所以 而且我觉得真正重要的问题 比如许老师 你的心理 我完全能理解 我都有 可是这不是一种理性的心理 为什么 他霍顿是游的快了 还是游的慢了 孙杨是得了金牌 还是所谓痛失金牌 跟这件事情是两码事 他不礼貌了 他什么了 这又是一码事 所以说 比如说我看到的很多资料是什么 就像咱们中国新中国的历史一样 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已经幡然悔悟 或者我们已经很干净了 但是记录就是记录 有些时候我们说外国妖魔化我们 但是我还记得那几年 我也参与过报道 有一个中国女游泳运动员 出来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话 说这个池子里的水 什么都是脏的 我甚至还想起更早以前 咱们一个什么长跑的运动员 说我在什么天安门广场上一个厕所 什么厕所 发现了一个包 包里有个什么东西 我吃了 然后所以 我记得 出了这个阳性 后来我们又见到了 马家军的当年那个报告文学 你知道所以 有一些观点会被人骂 但是你也不能不承认 就是 90年代 我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 王五四署名 说仅仅90年代 中国就有将近50名游泳选手 被查出服用兴奋剂 1994年广岛亚运会 7名中国游泳选手 注射合成肋骨唇 外媒称作 体育史上最龌龊的造假 然后1998年市锦赛 中国选手 圆圆非法携带13瓶生长激素 被澳大利亚警察抓获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杨勇王欧阳坤鹏 被检测出兴奋剂 而终身禁赛 他解释说是物食瘦肉精 对吧 2009年 女非人王静在药检中 被检出新闻剂 成阳性 他解释称是上厕所的时候 装着饮用水的包 随意放在外面 可能被人陷害 就等等吧 我想知道的是什么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 就这些是真的吗 更重要的不是 这些是不是真的 全世界任何国家 几乎任何国家 都会有吃药 体育运动当中这种事情 但是这个吃药 其实有最基本的两大类 一类是你自己运动员 为了要好的成绩 你明知道这个不对 但是我冒险 我去吃 吃了以后 只要查不出来 我就得到了荣誉了 赌博 另外一种是 有组织 对了 就是这个 甚至是在上级教练指导下 对 这样 这个两者呢 我觉得是有根本性的 所以徐老师 所以我就说 因为我是不体育忙 我不懂 我都是负责引用啊 那按照同样这篇文章说 我可以给大家转移一个攻击目标 世界游泳教练员协会主席 约翰伦纳德 他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 没错 全世界都有运动员吃兴奋剂 但只有中国选手是有组织的吃 拿纳税人的钱吃 他要讲过这个话 咱们再开始踩的是石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连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刚才说了啊 我是刚才是引用这些极端的观点 我自己还没到有观点的水平 徐老师有观点 我敢肯定的说 他说的是错的 唯一只有中国有 据我知道东德肯定有 东德是这方面是技术很高的 然后现在 全世界在查得最严的是俄罗斯 这次很多印度员差点就去不了 但是现在他们基本的方针政策水平是 以前你犯过 但是只要处罚措施过了 事情都公开成 你不能永远禁止他 你现在只要让他比赛了 你就不能整天对着他说 你是 你这样给去 对不对 就是整天骂了 这个根本就是错的 对不对 而且这道理挺好 这道理不光对犯错误的运动员 对犯错误的娱乐明星也管用 对啊 第一不能整天在那里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中国有没有 这个真的是不知道 但是的确 这个是个非常严肃的争论的问题 我们听过有个三个方针 一个是要有益 第二是无害 第三是要查不出 曾经有一渡船 有这么三原则 兴奋剂三原则 要使用的这个三原则 另外在中国 说实在话 我们可以实际上说 就是说 在中国这个 很多人在讨论的问题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国家利益是最高的 我们今天国家利益是一切的 那么为了这个最高的利益 我们可不可以使用某些 当然了 我们知道不会了 但是 就是说目标是高尚的 手段可不可以 你敢肯定 霍顿从来就没用过吗 当然不敢肯定 现在很多中国人 要主动要争取 要帮他验尿 他们就准备 说是早上六点钟 把他叫起 我觉得子东刚才 我们要先讲 什么叫国家利益 对不对 就比如说 是不是金牌拿到了 金牌拿得多了 就叫国家利益 不一定 因为现在中国 怎么讲 其实我们的运动员 在很多方面 都遇到一些质疑 这些质疑 有时候我觉得 是带着历史因素来看 所以对今天的运动员 很不公平 很不公平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除了我们讲一直讲兴奋剂 讲药 不要忘了还有另一个争议点 关于我们的运动员 就是年龄问题 从体操到篮球到足球 这么多年 我们都不断的 有人在质疑说 中国运动员 有一个年龄造假问题 那今天我们认为 我们今天这方面好很多了 或者应该不至于 会很大规模 或集体性的 但是你就好像 现在问的人 你怎么样洗掉 这样的一个国际形象 就你长远而言 我 我